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什么是真分数 什么又是假分数呢 来,你看哦 真分数它是分子小于分母 你看,分子小于分母嘛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真分数 那假分数呢 它就是分子大于或等于分母 例如说,这是分子 这是分母,这是9 然后这是7嘛 它的分母比较小 然后上面的分子比较大 那它说什么或等于分母嘛 对不对 或等于分母就可能是7分之7 这样懂吗 好 再来呢 我们来比一下大小 你觉得1分之1和1分之1哪一个比较大 你先不要看那个图 你先不要看 你先不要看这个图 你觉得 用想的哪一个比较大 好,没关系 你觉得是1分之1是吗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不是1分之1哦 来,我们来画长条图 你看哦,这是1分之1 它三个分量都相同 我们现在把1分取出来 然后下面这一条长条图把它切成4分 2,2,3,4 然后再取一条出来 你看看这两个哪一个比较长 对,是1分之1比较长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1分之1比较大 好,再看下面这个 5分之1分之1 8分之1和10分之4,哪一个比较大 哪一个比较大 不知道对不对 因为很难算 好,没关系 我们照刚刚的方法一样把这个画出来哦 把这条线把它分成八段 然后取她的3段 好,八分之三长这样 然后这下面这个呢 把它切成十段 里面取四段 好,你看一下哪一个比较长 对,是十分之四比较长 对不对 好,那愈来我问你哦 如果今天没有这个线条 你知道要怎么比吗 不知道对不对 好 没关系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交 有交扩分和约分 对,好 我们现在就要来用到约分和扩分哦 来 比大小的时候啊 我们要先把它们的分母 化成一样大 你看八分之三 然后把它们的分母变成 一样是四十 对不对 然后八分之三就可以变成四十分之十五 那十分之四呢 就可以变成四十分之十六 好,那哪一个比较大 是不是四十分之十六比较大 所以呢 就是十分之四会大于八分之三 这样懂吗 就是我们要比大小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两个一样的分 两个分数 把它们两个的分母 化成四十分之五 化成是一样的 这样才可以比大小哦 要记得哦 好啊 谢谢大家